歡迎各位又全面進場 話說前立法會議員許智峯及其家人的銀行戶口遭到凍結一事 在社會輿論上引來一片嘩然 而且這件事所帶來的震撼 是不分政治陣營 不分所謂的黃藍 因為這些操作 其實已經會使得部分市民 對於資產安全的信心打了個嚴重的折扣 去到昨晚深夜的時份 許智峯在Facebook上交代了他戶口的最新情況 他就說他家人的匯豐銀行戶口 突然就被全部解凍 而他本人的戶口也都獲得部分解凍 他家人基於對香港匯豐的徹底不信任 已經立即把職速轉往了安全的地方 這件先凍結後解凍的鬧劇 背後就存在著一大堆的謎團 可以說是操作得護理單刀 首先來說 究竟是哪一個單位下決定 要凍結許智峯及其家人的銀行戶口 又是哪一個單位決定要解凍他們的戶口 其實大家看完這幾天的新聞都不會找到一個真正的答案 因為根本上就沒有人出來應投 究竟是保安局下決定 警隊下決定 還是銀行自把自圍 照計銀行就收到指示才會凍結的戶口 現在匯豐忽然間又說解凍 又是哪一個作決定 許智峯曾經提出過 說他家人擁有中銀戶口 在昨晚那篇聲明當中 他沒有交代過中銀戶口是否仍然是處於凍結的狀態 他沒有提及到可能仍然是 為什麼匯豐那裏解凍了 中銀那裏又繼續凍結 沒有人知道 第二個問題就是 究竟凍結資產和解凍資產 有什麼法理依據 如果單純說 許智峯自己宣稱要流亡這件事 究竟有沒有構成什麼違法行為 如果倫敦唐銀街某個老華僑 他對著鏡頭自己宣稱 在流亡狀態 你沒理由說凍結他的資產 說不通 如果說許智峯 他違反了某些 保釋條件 你就可以說他棄補潛逃 最多都是充公保釋金 沒有理由會凍結他的銀行戶口 也更加沒有理由凍結他家人的銀行戶口 究竟背後是牽涉到什麼事 沒有人說 就算到現在解凍了錢都轉走了 都沒有人出來交代 香港自稱為一個國際金融中心 現在發生了一件這麼嚴重的事件 令到有部份的市民開始質疑 究竟香港 在保障私有產權方面 是不是出現了什麼問題 這個是牽涉到信心的問題 是很嚴重的 跟著那些官員 一個都不見影 你不要告訴人 星期六日沒有上班 就不用出來交代 你這個國際金融中心 是二十四七來運作 還是未能量的說法 所以不能出來說 還是怎樣 今天也要說 看星期一 第三個問題就是 為什麼許智峯的家人 會遭受到牽涉 就算你說要針對許智峯 他也是一人做事一人當 那時候你變了好像被人的感覺 是在搞連坐法 其實這件事 連湯家驊昨天都走出來發聲 說有問題 所以我為什麼說這件事 是超越了政治陣營 那個震撼程度是 因為藍絲都會怕被割韭菜 那時候就是有些市民開始質疑 究竟在保障私有產權方面 是不是出現了一些問題 其實我在直播節目當中 也有多次提及過 就說香港的所謂法治 在很低端的層次 仍然都可以體現出來 比如說大家走去 買賣樓宇 或者去銀行那裡做 按揭 或者在股票行那裡做 買賣交易等等 其實這些都是 法治所保障的範圍 這些是事實 但是 你說保障私有產權 根本上是很低端的 高端那些是保障人權 保障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 那些就為之高端 所以要區分一個地方是否是真正的文明 其實分野就是在於 究竟那個地方的所謂法治 他純粹是保障低端的東西 還是在高端的層次都仍然可以彰顯得出來 大家知道香港現在的情況 高端那裡是怎樣 但是低端其實 都仍然叫做運作正常的 我曾經說過 如果連在保障私有產權方面 都開始出現了一些問題的時候 就已經是一個非常之嚴重的訊號 是要逼大家來去思考 究竟大家將來的路向是怎樣 因為今天就是許智峯 明天又是誰 是不是 這件事是很有問題的 合約精神和私有產權 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非常重要的元素 而法治就是資本主義社會的基石 如果現在這樣搞 又凍結資產 又解凍 然後又沒有解釋 這些是法治還是人治呢 現在在保障私產方面出現了問題 尤其是在許智峯家人的銀行戶口那裡 體現了出來 開頭就無厘頭被凍結 都不知道他犯了什麼事 昨晚又說 無厘頭解凍 究竟解凍這個決定是否是印證得到 當初凍結這個決定是錯誤的 照計就是 你只是凍結錯了才解凍 如果你不是凍結錯了的時候 你一直就凍結下去 如果說凍結這個決定是做錯了的時候 究竟是誰來問責呢 有沒有人要出來交代 無論是銀行方面或者是警方 到現在都沒有說 你說是否令到那些人會人心惶惶 所以有時候在網上 很多的網民又在部署 要走資 實情現在多有多走 少有少走 有些人甚至乎 只是保留兩至三成的流動資金放在香港 應付日常生活就算了 所以今天可能花旗銀行又排隊了 其實不可以排的 花旗是可以上網來申請離岸戶口 可能有些人就會說 未必有那麼多的資產來申請離岸戶口 因為有個最低的存款限制 大家就可以上網查一下 其實我自己知道 有些海外的證券公司 他就可以讓香港人來存款 你存了錢去買股票也可以 就變相好像存款 但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要放那麼多 至於我看到有些人在網上說 叫人家 將資金轉移 成為有形資產 比如說金條 我自己認為 大家要考慮清楚 你轉移資產的目的是為了什麼 純粹從那些錢 從銀行提出 放在家裡 就像林鄭 那有沒有意義呢 是不是 因為有些人去申請離岸戶口 其實他是求什麼 就是想將自己的流動資金 從香港的金融體系 搬去另一個地方 他才是為之安心的 如果你純粹說 在銀行提出一些鈔票 或者去買金條 其實那個東西 實體上仍然在香港 安不安心呢 就問你自己 如果你覺得這樣為之安心 你就去做 因為這個各人有各人不同的看法 想法 因為我所知的就是 有些人開離岸戶口 還有一個目的 就是當香港出現了什麼狀況的時候 突然之間要走人 他起碼去到外國 還有一個這樣的戶口 來給他生活 應急 諸如此類 如果說有些人急起上來要走的時候 他能不能拿到這麼多的現鈔 或者是能拿到這麼多的金條 因為無論在香港出境 或是其他國家入境的時候 都可能會有些限制 還有一件事就是現在年近歲晚 你拿不住這麼多的現鈔 或者金條 就僅防有些 賊佬打劫 最後一件事就是 這個匯豐彈攻守 究竟是有什麼原因 這件事其實匯豐自己都要出來交代 因為市民是信得過你這家銀行 能夠保障得到他的私有財產 他才會把錢在你那裏存放 當然你又搞凍結 又搞解凍 完全令人摸不著頭腦 究竟誰在背後做這些指示 為什麼匯豐會彈攻守 而這次彈攻守肅沙的原因是什麼呢 是不是害怕再一次被美國懲罰呢 因為在今年較早的時候 蓬佩奧曾經有一篇聲明當中 點名地批評了這家匯豐銀行 就說他們為苦作唱 就說他們 去凍結那些民主人士的戶口 反而對於那些被制裁的人士 就安然無揚 這個是蓬佩奧今年 在年中的時候 一篇聲明所說的 是點名地批評過的 是不是害怕美國制裁還是怎樣呢 這下彈攻守其實也很難看 但是難看你也要交代 究竟哪一個是做凍結的決定 哪一個是做解凍的決定 背後是不是同一群人來做決策 還是有一群人凌駕了另一群人的決定 所以現在就可以解凍了 是不是知道出了事 這樣就影響了很多投資者和市民的信心 所以 就趕快解凍他 還是怎樣呢 究竟背後的故事是怎樣呢 到現在都沒有人說的 那你怎樣給得到市民信心 其實這件鬧劇 背後也釋出了一個很嚴重的訊號 因為牽涉到保障私有產權的問題 當這個問題出現了的時候 之後會是怎樣的發展 其實 歷史也是不斷地重複的 尤其是在同一個當權者執政的情況下 所以我相信這件事件發生了之後 不單止會引發更多的市民去走資 甚至乎有些人還會鐵下心腸走人 也不奇怪 好了這一節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